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表现不错 涨7块涨幅1% 可是国据相对比较弱一点 今天在昨天占回400块之后 今天小跌5毛 还有连日上涨的台表科 今天也稍微休息 这个是就下跌了1块钱 不过台表科今天盘中充得很高 今天爆量了45000多张的大量 这个量很大 盘中一度充到135块半 但收盘只有收在124块半 你看盘中去抢台表科 哇 那个隆达晶电要成立控股公司 两家公司要下市 所以要看好这个mini LED的分检设备 台表科好棒啊 哇 冲进去买台表科 对不起 一张股票 从盘中最高到收盘 将近1万块 这个是差很多了 所以有些好消息出来 你可能要稍微去注意最高的风险 那另外我刚讲这些都是成交值 居前台积电是第一名 第二名是联发科 成交值第三名是于清光 第四名是国具 第五名就是台表科 台表科今天是所有股票成交值 第五名的 另外有成交值第六名是亚诺法 亚诺法今天也是大波动 盘中一度被打到平盘附近 但是收盘又收涨停板 那第七名就是星象 星象今天股价呢 继昨天拉涨停之后 今天再大涨了6%多 今天也爆了6000多张的量 那股价收在727块了 星象今年看起来 这个展望前景相当不错了 盘中最高有到过744 所以说即使今天 星象是跳空强势上涨 你盘中去追高它 你一张股票也差1万多块 所以追高这些强势股 还是有一定的波动风险 也是要注意 这些我们都要去提醒 我们听众朋友 好那到底我们应该 怎么样来操作这个盘式 现在目前的是高价股也涨 你刚刚鲁老师有讲到 鲁老师刚刚最后一段了 不好意思 突然我们的强制禁广告 所以说鲁老师的话 没讲完就被切掉 鲁老师其实要讲说 他有一个有个优惠的方案 一直到带领大家到年底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大家可以恰询鲁文斌分析师 大来国际证券投顾的专线电话 节目广告时间都会有 如果各位注意听的话都会听到 这个大来 好那 刚刚鲁老师不是讲 这高价股已经是5000斤了吗 从大力光一直到今天最新的普瑞KY 普瑞KY 我们在节目也不知道讲了多少次了 今天也是正式在盘中上了1000块 那后面可能还有6000斤7000斤8000斤 不知道会有多少千斤 whatever 反正今年高价股 这个法人跟主力 大家各有其主 那中价股也有爱好者 对不对 像联法科这种有些瑞郁 这些IC设计 两三百三四百的也有爱好者 低价股像我们刚刚讲 红圆纺织 丽华羊毛 你看这个礼拜尬的多凶 一个礼拜可以涨四成 这个低价股十几块的也有各有其主 所以今年真的是百花齐放 但是这种行情 我个人是觉得稍具被投机味道了 那当然你说 投机好不好 其实也没什么不好 股票市场 金融市场没有投机 哪来投资啊 投资投机 不就一线资格 所以说 我们到底要怎么样观察这个市场 以及操作这个市场 我们可以在这个市场里面 赚钱 甚至就是说我们可以赚的安心 我们赶快来请教筹码专家 财经周家阿斯佩林 阿哥你好 阿牧老师好 各位投资朋友们大家好 好那今天外资是结束了连三买 今天外资卖很凶 卖了102亿 这不晓得外资今天干嘛突然 抓公 这个卖超102亿 三大法人在集中交产 合计卖了84亿 可是外资在贵买 今天是买超18.9亿 三大法人合计贵买是买26.34亿 所以从筹码面 我们怎么来看这个大盘 可能未来的发展方案 这已经连续三天 三天这个K棒几乎看不到了 就是一个很狭幅波动的行情 对啊 目前整个大盘的指数是几乎没动 但是呢 整个贵买指数 一天比一天还刺激 每天上下震荡 尤其是今天的升级股 很多都上下震荡 15%以上了 这个稻动的幅度是越来越大 我们说这个大盘 从8500起涨到现在已经3000点 那个前面1000点 我们说是属于什么 是属于本质比的行情 就是股价净值比啦 人家看净值 股价够接近净值才敢买 人家本质很好的 最扎实的先领涨 在中间呢 就开始找到本益比 这个公司开始有获利的 引售出来的 到现在呢 已经进入了本益比的阶段 都是在讲未来的 而且未来有时候 只要讲的就好了 一点都不用拿出任何的证据 所以现在的升级股 大哥有没有什么实际例证可以举呢 我们说像现在的升级股 几乎党党都是这样子 现在最有名的就是合一嘛 好像所有人最想要拥有的 就是合一这档股票 我们说可以 我们可以说最近的行情也不算是防疫行情 也不算是那个升级行情 就是合一行情的 好像有一个笑话说 女生问男生说 你有什么 你有房吗 没房 你有车没车 女生本来要掉头走了 结果男生说我有合一 结果那女生马上掉头又过来了 对马上就答应她的求婚了 好像现在有这样子一个梗 现在有这样子一个梗嘛 对不对 也不是合一 一堆股票都是喷翻 所以我们以后讲合一 就变成是最新的迷因了 对不对 对 就是指标 你一定要拥有 讲合一代表什么 这个合一的迷因就是 代表说你有合一就是rich man 对 你就是会玩股票的人这样子 然后就是我们最近股票很多 都有一个现象 就是说融资一路增加 然后法人一路卖超 就像那个信国的母公司信辉一样 那个一路在上涨的过程中 法人是觉得本质没有那么好 一直卖一直卖 融资呢 沿路一直增加一直增加 那最后呢 信国是 那个信辉最后是往上做噴出啦 那我们说我们以前学的 跟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对啊 我们总不能讲说那个信辉 法人持续减码 那个融资持续增加 所以这是属于筹码稳定的股票 我们想不出口啊 但是这样的股票是 当今现在最标的啦 你看现在的生计股 只要是标股 他如果他可以融资的话 融资都是沿路增加 表示散户不但 像合一这些必须用现股买 然后不但是追 生计股 而且还用什么 都用融资在追啦 所以这个投机的气氛 已经是越来越浓厚 那一开始这个行情是 集中活力在防疫股 后来扩散到整个生计股 但是到最近呢 我们可以看到资金前一阵子 轮动到电子股以后 发现电子撑不住啦 因为电子都没有那么大的梦想 来支撑这些投机行情 然后资金又再度 流回来这个生计股 那生计股今天又出现大幅震荡 整个盘面就出现一个现象 生计股开始也不是涨涨过高了 因为一些股比生计股无法上涨 头破前高 开始有人套牢了 那电子股呢也是一样 已经开始有一些电子股也涨不动了 所以现在的行情进入到这个 我个人认为这个多头的尾声 已经到了各自表现了啦 已经没有一个整齐的族群画一 在往上攻坚 都是零星的各股 我觉得它的体材比较好 本质比较好 再往上做拉抬 首先人家知道今天的晚上美股是关键的四五日 就是美国的指数期货指数选择权 各股期货以及各股选择权 四大衍生性商品 同步都要在今天晚上做结算 四五日 回头来看 以那沙克来讲 几乎是结算在历史高点的附近 所以简单讲应该是多头大胜的结算 其实你看之前 道琼是重挫1800点 照样为了结算 照样就是硬生生的拉起来啦 所以同学们人家知道 这次结算完以大方向来说 下一次方向的四五日 下一次四五日什么时候结算 就是九月份的第三个礼拜五 那如果这一次的结算 刚好就在几乎都以那沙克来讲 是几乎结算在一个相对高点的情况下 那么说下面这三个月 秋三要再往上拉一大段超级行情的几率 跟往下做一个适当的修正的行情 我们个人认为后者的几率会高一些 因为现在全球虽然资金行情非常的充沛 但是从台股的面向来看 该涨的也涨了 不该涨的看起来也都涨过一大轮了 所以看起来整个气氛是已经接近尾声这种比较投机的气氛 那下礼拜四就是我们的中午廉价 就常理来说 中午廉价会有长假的卖压 不过台股目前的气氛是跟过年前 农历过年前之前的气氛很像 好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节目 酒吧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现在目前美国的盘前的期货盘 电子盘是上涨 我们来看到现在目前美国三大旗子都是走高的态势 感觉起来今天四五日应该好像要拉高结算的味道 刚刚阿哥有讲什么叫四五日呢 四五日就是股指期货 然后股指选择权 然后另外个股期跟个股选择权 这四个商品在同一天就做结算 叫四五日 美国期货商品是三个月结算一次 不像台湾 甚至我们的选择权有周全 每周结算一次 那美国的期货商品三个月结算一次 都是第三个礼拜的礼拜五做结算 所以说这个叫做四五日 那今天正好是礼拜五 那现在目前 纳扎克指数是涨了百分之零点七的幅度 那小道琼是涨了百分之零点九五 涨了两百五十点 涨还不少 好 S&P500指数是涨百分之零点八二 感觉起来好像是要拉高结算 那今天外资在大台是卖超九百六十口 那大台的进多单流仓部位不到三万两千口 三万一千九百五十五口 小台也减码三千六百零四口 小台的进多单流仓部位下降到一千六百二十口 所以看起来外资在期货蛮偏保守的 因为这个礼拜三转仓之后 外资在期货的部位一直没有明显的增加 都维持在三万口附近 这个仓位是相对过去经验来讲相对偏低的 相对偏低的 所以是不是比较不看好七月行情 这个继续来请教成马专家财经作家阿斯批零 阿哥你怎么看 对啊我们说外资这波本来就是相对保守 那资金本来就在各国 顾不自已而盘而已 所以外资这波现在买了一千亿 但你要知道整体它是卖超了六千亿在台股 然后只买了一千亿回来 基本上只是应付一下而已 他有被打空 他根本就不愿意承认 但他的借券卖出余额 在最近一个月也从730万张减少到了680万张 的确他最近一个多月买了现货一千亿 借券也回补了50万张 的确他短线上他是做一些偏多的操作 所以整个行情要马上扭转 应该暂时从外资的角度也看不出来有太大的一个机会 那外资在台湾一些ETF的布局 投资者你去看哦 你可以看到他如果外资在T50反1 就是00632 外资是持续的买超 而且扩大他的库存部位 你觉得外资是在这个地方偷偷布局空单 你去反向去看台湾50 就是0050 外资也是天天买进台湾50 所以你也搞不懂外资到底 他这样子一来一回 但几乎是不会赚钱啊 但是可能不同的外资 可能多空的操作逻辑不一样 变成导致整体的外资 并没有直接的偏多 也没有直接的偏空啦 所以外资只是把原本很偏空的操作 调层层比较中性 那这样子就是完全交给内资啦 那可以看到投信还是持续的在买超 投信的买超是持续的在创新高 从今年的大概三四月以来 投信已经买超了500亿之多了 所以这就是我们台湾投资人 再是投信再加上台湾的散户 用现货买进的啊 用融资买进的啊 然后这个买盘是源源不绝啊 所以我们刚才那个广告前讲的 就是说在过年前 这波这过年前 照理说过年要有长假卖亚 但是我们几乎没有 我们在过年前台股是一路收到最高 为什么 因为大家在乐观的一个背景下 总觉得长假过后 都是继续喷出这样子 好不赶快卡位 长假后就赚不到啊 所以原本的逻辑是说 下礼拜的这个端午年假呢 会有一个长假卖亚 正常大型的主力 因为它的资金部位大 它不想要浪费三四天的这个利息 所以它通常会适度的减码 但是呢台湾现在散户为主啦 所以我个人认为 虽然会有一个长假卖亚 短暂出现 可以看到今天许多个股都已经开始爆量 然后沙尾盘这样子 就表示说主力趁势 然后拉高 假突破 然后开始做调节这样子 但是到下礼拜一二三 审户的买盘应该还是在 应该是让大盘 撑在一个相对的高点 所以这边就两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的股票 如果最近已经开始 在这么热络的情况下 竟然爆出两个月来以来的最大量 而且呢 随后的两天就跌破了这个大量的低点 那不要怀疑 你的股票被主力棄手的几率就非常高 有没有什么比较明显的例子 像今天有一段股票呢 早盘其实非常强势 像三二三三的光环 三二三四的光环 然后早盘是一口气 就直接大涨 涨停 一涨停后就发现完全锁不住 主力一直出 一直出 它本来涨停的这个价位 几乎是创下了这一年来的新高 本来是一个中期的大突破 一定会吸引到技术派的 或者说那些基本面的人去追高 一追高 沿路爆出天亮 一路杀到尾盘 像光环 如果下礼拜一二三 在目前这么乐观的情况下 如果跌破了今天礼拜五的低点 就代表说这张股票被主力棄手了 它可能会转向新的主流 或者说它就主力就暂时休息 要等端午过后 那第二个重点就是说 在端午节的长假 我们礼拜三休市了以后 礼拜三晚上 礼拜十晚上 礼拜五晚上 总共有三个交易日 如果含礼拜一早上的每股电子盘 总共要承受四个交易日的打击 你要想知道前两千才前一个多礼拜 道雄是可以一天就跌掉了一千八百 阿哥你不要吓人 端午节前我们还想吃粽子 对啊 我跟你讲总共和哥 你放心好了 现在没有人下的洞 现在手中合一 进国 高端疫苗 每一个都赚得下下轿 所以提醒大家 有四个交易日 大家承受每股的波动 如果一天一天八四天是七千多点 七千多点 妈呀不要吓死了七千多点 我们做交易有时候风险是要摆在第一 因为大家 因为绝对没有叫大家放空 因为放空当然 他有可能涨七千多点 这个交易是多空都有 但是如果你是满仓 要过端午 那我当然一定要吓死你 这绝对是不正确的一个交易模式 过完端午的第一个交易日 礼拜一又蹦一下 大家要抓 对没抓 因为我们的过年前就是全部人都太乐观 所以刚那运气不好 刚我们过年前出现一个最大利空 所以台股是跌出一个很夸张的跌幅 但是如果在大家乐观的情况下 也不用跌一千八百点 只要长假期间 每股结一个五六百点 然后整个市场的就非常的悲观 阿哥也是苦口良心 苦口婆心 用心良苦 我怎么把这两个成语 偷偷在一起苦口良心 就希望大家在端午节前稍微解码一点 对不对 留些现金免得四个交易日 美国要承受美国四个交易日的一个波动 所以说这个金融市场本来就是大概就是行稳致远 对不对 就是说你要走得远 你一定要走得稳 对 如果说你是 用那个跑 冲百米的速度 再冲这个一百公里的话 你大概冲前面的一公里就腿软了 是不是 所以说端午节前多少解码一点 我觉得阿哥这个建议是蛮良心的 好那有没有强势股票呢 目前强势的 我刚刚讲光环 光环外部爆了两万七千张大量 超可怕 你可以留意一下 我稳定创下新高 这个股价守住新高的 好像第一张2367的药滑 你就突破了 维持在一个新高的部位 可能就有继续走的机会 另外一档 像3152的景德 他是5G时代高速运算 研发科概念股 对所需要的一些零件 关键零组件 你可以看到他也是突破了前波的高点 那种守住的一个地方 而且法人持续的在做买 就法人本来没有的 像型的法人本来没有 但是新开始买的股票 可以留意这样的方向 好谢谢阿斯匹林